这个男人袋子里是一颗人头 大摇大摆肆意横行 这是吴京十年前自导自演的电影 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手 都是当打之年 四两拨千斤 一抵百 绝对让你爽刀爆 阿布是一名退役特种兵 没有家人朋友 是在草原长大的一匹毒狼 一个雨夜 黑帮老大马爷正吃酒享乐 殊不知 自己已经是阿布眼中的猎物 他脖子上挂着狼牙 眼神犀利 等待时机 阿布速得很快 马仔还在睡梦中 就被阿布逐一放倒 马爷察觉不对 提着四十米长的大刀出来查看 阿布死死的盯着他 马爷却已经漏了气 人慌刀乱 三刀下去 全部被阿布躲开 马爷不服 轮圆了大刀过来 阿布只一招神龙摆尾 沉重的大刀在阿布面前 就像小孩的玩具一样 最后 阿布抓住刀柄 甩出钉在树上 阿布打量着马爷 就像恶狼打量着猎物一样 此时的马爷已经是强弩之末 阿布眼神突变 一招飞龙在天 拧断了马爷的脖子 下一秒 阿布提着马爷的头 准备离开香港 可人倒霉喝水都塞后操牙 台风导致船只停运 没办法 阿布只能先找地方住下 与此同时 马爷的小弟还在满世界的找阿布 阿布找酒店途中 救下了一个从树上掉下的女孩 这是我们的女主 女主因为过度惊慌 撕坏了阿布的衣服 阿布没有责怪他 只是淡淡的问了句 你有针线吗 阿布来到女主家 却意外发现 女主竟然是一个警察 女主注意到那个手提包 阿布有点慌 幸好女主只是去取鞋子 为了表达歉意 女主请阿布吃面 没想到阿布发量这么大 上来就要无碗 两人吃得正香 正好新闻播报三个再逃嫌犯 女主回头一看 这三个男人 体貌特征跟新闻上一模一样 女主上去盘问 突然两米高的巨人 扼住了女主的脖子 阿布实在是看不下去 才捉飞身 一脚踹开巨人 自己却被他另外一个同伙踹倒 阿布凭借灵巧的伸手 对抗巨人 一拳一脚全部化解 巨人掐住阿布的脖子 另一边 女主顺手捡起一瓶辣椒面 坑女人终究不是男人的对手 被抱起降伏 就在这时 巨人突然起身 把阿布按在地上摩擦 一只手比阿布的头还要大 阿布抽出一根手指 挣脱出来 巨人又从后面抱住阿布 另一边 这位别人打架他吃面的大哥 终于要出手了 可万万没想到 说实话 我第一次看他以为是大boss呢 没想到他是真的饿 几人被阿布全部打趴下 面馆老板带着警察 姗姗来迟 但是女主请去阿布 回所里配合一下作笔录 阿布本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隔破于女主的哀求 阿布只能同意 黑帮老大的女人正在泡澡 却接到一个噩耗 自己丈夫出事了 而且头还不见了 女人强忍着悲痛 砍走马爷头的人 此时此刻正在警局做客 刚刚帮一位女警察 抓住了三个通缉犯 可是这里的人 除了女主 好像都不太欢迎阿布 尤其是这位 就连灯坏了 都是赖阿布带来了坏运气 小气鬼喜欢女主 想趁机露一手 这时的女主好像已经爱上了阿布 会帮她缝衣服 给她递毛巾 阿布哪哪都好 就是太能吃 一个人吃掉了所有人的菜 阿布不仅能打 还会做菜 两人洗碗时 一起聊了很多 阿布好像也慢慢放下防备 想起白天的事 阿布决定 教女主防身术 两人捂着捂着 就捂了起来 正当情意绵绵时 小气鬼又来捣乱 说天后庙狗叫 被噪声投诉 阿布察觉到了不对 有人狗才会叫的 很可能是马爷的手下找来了 果然是他们 阿布为了保护女主 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女主找到了寺庙 发现了一群马爷的小弟 而马爷的尸体 就在他们身后 女主悄悄走近 被眼前的无头尸 吓了一大跳 随后两边动起手来 阿布暗中出手相救 可他的速度很快 小气鬼并没有看清是他 于是 两人只能把尸体 带回警局 可阿布已经被马仔盯上 一群小鱼小虾 三招两招被通通打趴下 阿布环顾四招没人 另一边 马仔去警局抢尸体 事前准备好了汽油 泼满屋子 所有人都不敢开枪 双方周旋时 一位警察不幸中枪而亡 导致事情越闹越大 所有水警都参与到了这起案件中 同时他们已经怀疑到了阿布的头上 阿布伸手敏捷 踩着墙从高处逃走 终于逃到码头 顺走了别人的身份证 正当他准备登船时 总部用无线电 爆出了阿布的身体特征 被警察拦住 所有人都怀疑 阿布的袋子里是马爷的头 只有女主相信他 可当他打开袋子时 真的是人头形状 揭开上面的布 女主歇了一口气 只是个保龄球而已 警方将阿布放行 女主舍不得他 在阿布临走前 留下了自己的号码 阿布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有今天没明天 下次相见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这个男人手里提着人头 别人在下面找他 他在棚顶上潇洒投走 可没走多远 被车撞到 保龄球里面的头 被警察看见 当女主得知阿布 就是杀马爷的凶手时 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准备给阿布打电话 亲自问问 却没想到被马仔绑走 用来引出阿布 阿布重情重义 不会抛下女主不管 余夜 阿布独自一人来救女主 马夫人嘲讽女主 你朋友能打几个 50还是100呢 没错 两排人都是阿布的对手 可阿布没再怕的 随着人越来越多 阿布越打越没了力气 阿布抢占高点 利用地形优势 占了上风 可以人接二连三的 从高台掉下 最终 马夫人为了干扰阿布注意力 阿布一分神 被人按住 等他用尽全身力气挣脱 自己也从高处落下 阿布用最后的毅力 重新站了起来 一鼓作气 别人打他 他已经没有了力气防守 只能硬生生的全部接下 再还击 终于 凭借着心里的那口气 他打到最后 只站着两个人 阿布的腿已经站不起来了 被别人狠狠的踹头 阿布用断掉的手臂 把最后一人打倒 自己也终于站不起身 见阿布动不了 马夫人提着刀 准备收拾残局 一刀下去 阿布垫脚 到落下的位置 正好被狼牙挡住 狼牙救了他一命 阿布翻滚 把刀压住 女主也用尽全身力气 挣脱了绳子 可女主被马夫人持刀 逼到下风 危机时刻 阿布又起身救了他 阿布用他笨拙的方式 向女主表了白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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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暧昧的场景频频闪过 阿布最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阿布走了 就像那场台风 没留下任何东西 没人知道阿布为什么带走马爷的头 后来女主查阅了相关资料 才得知 原来曾经马爷杀了一个志愿者护士 而这个护士曾经救过阿布 阿布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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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 則这就是我的食欧